老汉一心寻死 原来是得到高人指点 能够帮刘启明下辈子融化 被抢救回来后 老汉得知自己多年的积蓄 竟不翼而飞 自己怀疑 风水先生是骗子 存着就是他拿走了 风水先生和老汉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仇怨 非要置他于死地 风水先生的圈套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6年7月22日 这天下午 家住北方某山村的刘迅 下班后去看望大伯刘启明 大伯半年前被查出 患上了食道癌 从此一蹶不振 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动不动的呢 就说呀 还不如死了算了 刘迅担心大伯会真的想不开 抽空啊 便来安慰大伯 刘迅来到大门前 一边叫着大伯一边呢 使劲地敲门 可大伯竟迟迟没来开门 刘迅觉得很奇怪 莫非大伯出去了 可大伯很少外出的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病情加重了 起不了床了 想到这儿啊 刘迅赶忙掏出 大伯家的备用钥匙 自己打开门走了进去 不想啊 大伯真的没有在家 刘迅有些纳闷 大伯早年死了妻儿 一个人呢 独居多年 性格孤僻 跟外人呢 很少来往 他会去哪呢 刘迅满头雾水 正寻思间 他发现呢 桌子上 一个茶碗底下 压着一张 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刘迅好奇地 打开来看 没想到 竟是一封遗书 遗书上写着 我刘启明 现有存款五万余元 因无子女 这些钱除了用于 自己的丧葬费用外 剩余的 都留给侄子刘迅 存折就放在枕头底下 密码呢 也写在了存折上 因担心大伯的钱 会有闪失 刘迅呢 赶忙找寻存折 不想 枕头底下 什么都没有 大伯莫名其妙地 留下了遗书 又不知所踪 而遗书上说的存折 也找寻不着 刘迅是 既担心又着急 赶忙啊 向后山跑去 那么 他为什么要跑去后山呢 原来呀 大伯刘启明 先前找人在后山 提前为自己 修了一个坟墓 刘迅想 大伯万一真要寻死 必定会在坟墓附近去 刘迅跑得是 上气不接下气 生怕呀 来不及救大伯 到了大伯墓前 刘迅只见附近 堆放着几件 随身的衣物 和一个空酒瓶 却不见大伯 不过呢 却有一股浓浓的酒气 从坟墓里透出来 坟墓是用石头和石板 砌成的 刘迅呢 赶忙扒开 最外面的几块小石筒 凑近往里瞧 只见大伯正躺在里面 身上还穿着兽衣 仔细听啊 还能听到大伯的呼吸 可是 任凭刘迅在外面怎么喊 大伯呀 都毫无反应 这下 刘迅可吓坏了 手忙脚乱的 想把大伯从坟墓里扒出来 可坟墓窃得是太结实了 他用手啊 根本扒不开 刘迅赶紧掏出手机 报了警 随后民警赶到 又叫了几个村民 合力将刘启明 从坟墓里弄了出来 见刘启明人事不行 又赶紧将妻 送到了医院救治 这一路上 刘迅都想不明白 大伯这是自杀吗 如果大伯是自杀 那他的存折又是谁拿走了呢 如果大伯不是自杀 是被人所害 大伯又为什么会写下遗书 交代后事 经医生检查 刘启明是酒喝多了 又吃了安眠药 再加上坟墓里比较封闭 有些缺氧 这才导致昏迷不醒 经过救治 刘启明当夜就醒了 见大伯醒来 刘迅玄的心总算放下了 不料 大伯竟生气地冲他大喊道 谁让你救我的 让我死 现在就死 刘启赶忙劝解大伯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干嘛着急死呢 大伯一听更生气了 说道 你懂什么 今天是我的死亡佳气 如果今天我死了 下辈子会大富大贵的 刘迅顿时愣住了 人死还有挑日子的 大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刘迅试探着问大伯刘启明 大伯先是啊不肯说 后来在刘迅的一再要求下 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呀 那个所谓的死亡佳气 是一个风水先生 给大伯挑的 就连大伯墓穴呀 也是风水先生给选的 原来呀 刘启明今年63岁 十多年前 独生子还没结婚 就出车祸去世了 刘启明的妻子 因为儿子的死一病不起 没过一年呢也死了 自此呢 刘启明就没有再去 刘启明靠着养养为生 年收入啊 不过两三万元 而他竟靠着省吃俭用 攒下了十多万元 他本想着呀 靠着这些以前呢 养老 不想却被检查出了 患有食道癌晚期 起初刘启明到处求医 正规医院的手术 乡野郎中的偏方 他都试过了 可半年下来 治疗效果都不理想 眼看积蓄即将被用完了 他有些绝望了 想着反正花钱也治不好 不如啊 用剩下的钱好好活着 能活多久算多久 就这样 刘启明逐渐放弃了治疗 就在刘启明万念俱灰的时候 一个人的到来 让他突然又重新找到了希望 同时也决定 要按照计划了结自己的余生 这看似矛盾的说法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个改变刘启明的人 又是什么人啊 一个月前 一个留着长胡子的陌生男子 来到刘启明家中 自称啊是风水先生 到此地帮人看风水来了 因口渴向刘启明讨杯水喝 刘启明向来迷信 一听是风水先生假道 立马啊热情招待 风水先生自称年近五十岁 天生啊有阴阳眼 自小就帮人看风水 此外呢 还精通相面和算卦 风水先生一面说着 一面打量着刘启明 随口说道 我看施主面向福伯 早年丧妻丧子 晚年啊又重病缠身 刘启明听闻惊得目瞪口态 认为眼前的风水先生 简直啊就是神仙 立马下跪磕头 说啊风水先生算得很准 自己啊现在得了十道癌 请风水先生救救自己 风水先生一笑 为难地说 他不是大夫 治不了病 不过呢 他却可以让刘启明 在死后下半辈子 得以大福大贵 只要找个好的墓穴 选个死亡佳契就行 刘启明开始很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都六十多岁了 又孤身一人 就算把病治好了 再活上一二十年 也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啊早点脱胎 下辈子做个富贵人 他决定一死 以求得来世富贵 侄子意外将他救起后 他才发现多年的积蓄 竟不翼而飞 民警随后 通过银行取款记录 和摄像头影像 很快锁定了作案嫌疑的 风水先生的真实身份 令人大吃一惊 陈强之所以选择刘启明下手的动机 并不简单 竟是为了报复刘勋 为了报复受害人的侄子 他不择手段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 让他非要置人于死地 风水先生的圈套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刘启明想开了 便要求风水先生 给自己选个好墓地和死亡假期 并拿出五百元钱 递给了风水先生 可风水先生并不要钱 还说两个人有缘 愿意免费帮刘启明 随后 风水先生向刘启明索要了生辰八字 并掏出了一本发黄的一金 一手掐纸算 一手翻书 很快就给刘启明 算出了最佳死亡日期 就是今年的阳历 七月二十二日 时间据当时只有一个月 随后风水先生 又跟随刘启明去了后山 用罗盘为刘启明 选了一块墓地 说该墓地风水极假 能保墓主人下辈子大富大贵 刘启明对风水先生 是千万想 可风水先生呢 却很低调 还告诫刘启明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死事 说倘若泄露了天机 就不灵验了 而刘启明也生怕告诉了别人后 死亡假期当天呢 会死不成 所以风水先生的事啊 刘启明是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 风水先生走后 刘启明就急急准备起了自己的后事来 他先是要找人为自己修建坟墓 谎称呢 墓地是自己选的 坟墓只留一个大洞 可以让人钻进去 另外呢 刘启明还买好了兽衣 等死时穿 期间 侄子刘迅常来看他 总是劝他呀 要急急地治病 不要着急修坟墓 可刘启明 一心盼着死亡假期的到来 却不能跟侄子明说 假装嘀咕 还不如死了算了 并说呀 等他死后 所有家产都留给侄子刘迅 因为刘迅是他唯一的侄子 算是最亲近的人了 还将家里的备用钥匙 给了刘迅一把 刘启明万事俱备 只等着死期的到来 可是就在死期到来的前一天 那个被他视若神明的风水先生 却突然找到了刘启明 那么风水先生这次 又告诉了他什么 不可外泄的天机呢 风水先生趁机告诫刘启明 说呀 要想来世有钱 死前呢 就要挣着钱睡 从现在起 他要将钱或存折 还有身份证啊 都放在枕头底下 另外 明天出门后 还要将钥匙 放在家里的大门矿上 以方便开启 下辈子的财富之门 最后呢 又再次告诫刘启明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此时的刘启明 早将风水先生 当成了恩人 对于恩人的话 他没有半点的怀疑 反而啊 还很感激 他牢记在心 一切照办 但是呢 他觉得 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死了 对后世没有半点的交代 有些不太好 于是呢 在死亡加息当天 一大早 写了份简短的遗书 告诉侄子刘迅 他有啊 五万元的存款 部分用于办丧事 剩下的归刘迅 存折呢 就放在枕头底下 为了方便值得取钱 刘启明还将密码 写在了存折上 刘启明将遗书叠整齐 放在了桌子上 用茶碗压住 之后呢 便准备出门 去后山寻死 可让刘启明 没想到的是 虽然他保守了这个秘密 可还是没死成 值得刘迅 及时找到了他 并在民警的帮助下 救了他的命 对此 被救醒的刘启明 没有一丝的感激 反而很生气 眼看时间 接近午夜了 自己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再不死啊 就来不及了 想到这些 他赶忙爬下床 扬言呢 要赶回他的坟墓 再想办法寻死 刘迅见状赶忙 拦住了大伯 并将枕头底下的存折 不见了的事情 告诉了大伯 说呀 自己怀疑 风水先生是骗子 存折就是他拿走了 一听存折不见了 刘启明顿时 瘫子在地 那可是他省吃捡用攒下的 要是找不回来 他死了 连丧事都办不成了 可是他并不相信 风水先生会骗他 刚不会拿走他的存折 他一再声称 风水先生不是贪财的人 给他看坟墓 测八字 都是分文未取 而刘迅反而觉得 这样的风水先生啊 更可以 风水先生 就是靠给人看风水挣钱的 哪有不要钱的道理 肯定啊 另有所图 讲到这些 刘迅赶紧报了警 民警接到报案 调取了银行的监控记录 很快就将取款人抓获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取款人只有二十几岁 跟刘启明所说的风水先生 无论是年龄还是外貌 都相差甚远 那么这个取款人 和所谓的风水先生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呢 嫌疑人名叫陈强 看面相啊 只有二十多岁 陈强呢 也一再坚称 民警抓错人了 可当民警在其家中 搜出了假胡子 和化妆用具 以及啊 一系列看风水用的倒计后 陈强无从狡辩 只好承认了 自己假扮风水先生 对刘启明行骗的事实 民警本以为 这就是一期 简单的风水诈骗 可随着询问深入 却发现 陈强之所以选择 刘启明下手的动机 并不简单 竟是为了报复刘迅 那么陈强跟刘迅 到底有何恩怨呢 原来啊 陈强和刘迅 曾是中专同学 毕业后呢 又同在县城的一家机械厂 工作了两年 交情很好 陈强一心想挣大钱 投资了一个融资平台 因前期回报率高 返钱又快 他挣了不少 后来 陈强将这个发财渠道 推荐给了好朋友刘迅 刘迅在陈强的鼓动下 把所有积血都投了进去 起初呢 他也争了点 但是 好景不长 融资平台 因涉嫌非法集资 一夜之间就被关停了 就这样 两个人的投资的钱 都打了水漂 投资失败后 刘迅跟陈强的关系 变得紧张起来 刘迅埋怨 听了陈强的话 结果弄个血本无归 可陈强也觉得委屈 当初 他也没有想到 融资平台是非法的 后来 陈强辞职去了南方打工 此后两年 两人都没再见过面 而再次见面时 两个人竟大打出手了 原来啊 陈强在离开机械厂前 在单位谈了一个女朋友 名叫小兰 小兰呢 不愿跟陈强一起 去南方打工 不久啊 还以聚少离多 感情变淡为由 跟陈强分了手 而让陈强没有想到的是 去年年底 刘迅结婚 新娘 竟是自己当初的女友小兰 看着朋友圈里 刘迅发的结婚照片 陈强非常笃心 揣测小兰当初 跟自己分手 就是因为刘迅 一事呢 一气之下 就跑去找刘迅算账 见面后 陈强二话不说 就冲着刘迅挥起了拳头 边打还边骂刘迅 不是东西 抢自己的女朋友 刘迅一再声称 他跟小兰开始谈恋爱 是在陈强 跟小兰分手一年后 跟陈强啊 没有半点关系 陈强不相信 继续打骂刘迅 没办法 刘迅报了警 陈强呢 随后被民警 带到了派出所 自此 他便恨上了刘迅 事后几天 郁闷的陈强 到处 闲逛散心 这天呢 他来到了一座庙里 见一个和尚 跟人简单说了几句话 就收了几百元的香火钱 很是羡慕 认为啊 靠嘴皮子挣钱 简直是无本万里 这呢 也让陈强产生了 想靠给人看风水挣钱的想法 之前 他就曾听说过 很多风水先生 给人看风水发家的故事 陈强动了心 当晚兴奋的一夜未免 第二天 就到旧货店里 买了几本看风水的书 还有一个罗盘 准备冲门面 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 陈强啊 慢慢掌握了一些 看风水的要领 决定小事牛道 而就是在此时 刘启明成了他 第一个实验对象 陈强为何会 第一个选择刘启明下手呢 他一心想要报仇 为何却将仇人的大伙 险些忽悠自杀 刘启明年老迷信 如今病入高光 更会有病乱投医 正是理想的刑片对象 老人明明认识他 他为什么还能轻易得手 因担心啊 刘启明会认出他 也想让自己看上去 经验丰富些 陈强呢 精心化了妆 刑片之后被抓 法院为何定他是盗窃罪 而不是诈骗罪 风水先生的圈套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刘迅曾在微信群里 发布信息说 大伯刘启明得了食道癌 只有好的治疗方法 可以推荐给他 让刘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句话 竟然给了陈强可乘之计 陈强看到信息后大喜 他知道 刘启明年老迷信 如今病入高慌 更会有病乱投医 正是理想的刑片对象 陈强曾见过几次刘启明 因担心刘启明会认出他 也想让自己看上去 经验丰富些 陈强呢精心化了妆 不断穿着打扮像老头 下巴呀还贴了长胡子 就连说话也模仿起老人的强调 刘启明在见到陈强后 没看出任何的破绽 而陈强谎称是从面向上 看出刘启明早年不幸 如今又得了重病 刘启明呢竟信以为真 还以为陈强神通广大 忙拿出几百元钱 要陈强帮他消灾 可陈强当时啊 却没要刘启明的钱 他心里想着 要先获取刘启明的完全信任 而免费服务 正可以帮他达到这个目的 接着呢 陈强信誓旦旦地说 能够帮刘启明下辈子 荣华富贵 刘启明被说动了 请陈强帮自己 找块风水好的目的 并帮他呀 测算一下死亡好日子 陈强见刘启明上套了 要了刘启明的八字 装模作样地算了起来 最后啊 胡乱说了一个日期 之后陈强到了后山 随便给刘启明 寻了块墓地 却谎称风水极佳 为防外人干预 陈强要刘启明严守秘密 不然呢会遭报应 刘启明呢 一再向陈强保证 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死亡假期当日 陈强啊 早早地就守在了 刘启明家附近 等待刘启明一出门 他就拿着钥匙 打开了门 进入了刘启明家 并从枕头底下 拿走了刘启明的 存折和证件 让陈强喜出望外的事 刘启明竟将密码 写在了存折上 这让他在取款时 毫没有费力气 此时陈强想着 如果刘启明真死了 他欺骗刘启明的事 也就无人知晓了 而万一刘启明 没死成 陈强也不会担心 被逮到 因为呀 他当时化了妆 没有人能认出来他 陈强不但轻松地 得了五万元钱 还间接地报复了刘逊 心里呀 别提都痛快了 一连好几天 都泡在酒罐里喝酒 可是陈强没有想到 复仇的快感 还没有持续多久 警察就找上了门 很快 陈强就因涉嫌盗窃罪 被人民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那么陈强的行为 为什么不是诈骗罪 而是盗窃罪呢 讲到这里呢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 陈强以风水师的名义 哄骗刘启明 将存着的证件 放在枕头底下 之后到银行 将存着里的钱骗走 陈强的目的 就是为了骗钱 而且呀 他从头到尾 一直在虚构事实 欺骗刘启明 最终呢 也得到了五万元钱 陈强的行为 应该是诈骗 检察院 怎么会以盗窃罪 起诉陈强呢 这里呀 就涉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点 诈骗罪 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说较大的 骨子财物的行为 诈骗罪 与盗窃罪的最大的区别是 诈骗罪 是被害人 在错误的认识下 自愿呢 将财物交给犯罪分子 而盗窃罪呢 盗窃罪不是被害人 将财物交给犯罪分子的 而是呢 被犯罪分子秘密地窃取 也就是啊 被偷偷地拿走 办案中 刘启明并没有自愿 将存款五万元交给陈强 而恰恰相反 陈强得知刘启明 已将存折放在枕头底下后 趁着刘启明不在家 偷偷地跑进了刘启明家中 将存着偷走 接着呢 到银行将钱取走 可见 陈强的犯罪行为 并非是诈骗罪 而是盗窃罪 在诉讼过程中 陈强的家人主动赔偿了 刘启明的损失 为陈强争取啊 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以陈强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一千元 面对判决 陈强悔不当初 不该为了挣大钱 就昧着良心骗人 一想到刘启明 因为自己的胡言烂语 差点送了命 陈强啊 就满心的愧疚 观众朋友 人的生老病死 并非天主定 生病了就要治病 求神问补 根本医不好病 至于转世投胎之说 至今呢 也没有科学依据 只能算是迷信学说 而任何轻信迷信的行为 只会为不法分子 提供可乘之际 另外 挣钱没有捷径 踏踏实实工作 才是正当 天上不会掉馅儿品 高回报的投资 或许隐藏着 意料不到的陷阱 而信口开河的行骗 已属于犯罪行径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 微信服务号 再见 女人不办身份证 却发现身份信息 被他人冒用 照片 竟然不是她的 相貌差别很大 女人名下 又莫名多出一个儿子 她怀疑一切 都是丈夫所为 必须保险 让民警帮自己找回身份 丈夫究竟为何要帮助他人 冒用妻子身份 她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冒名鼎屁的妻子 下期播出